新眠的拉雄 不死鳥的姿勢 來 歡迎回來三國志的幻想大陸 那先來閒話家常一番 最近在不管是BET或是DKR 我是這兩個論壇的重度潛水愛好者 那最近看了一下好像電子業近期好像還蠻多優退的一些政策吧 那老實說這種東西真的是沒辦法那個 有些可能是景氣不好拉 有些可能是公司虧錢拉 他們一些政策的關係 然後這種像我們這種上班族也是蠻可憐的 就是至少我目前電子業是還沒有出現這個事情 但如果有的話就是比較辛苦一點 因為目前來說這種上班族上有老下有小 那介於這種我們三四十歲這種 就是壓力比較大一點的這種 如果哪天被中年裁員拉 是真的是比較辛苦一點 所以建議拉多少還是要 雖然說不用從事到副業 但至少要有些備用方案拉 像有些人是什麼玩股票阿 或是一些其他投資阿 或是有些人是買房出租阿 幹嘛之類的總之是要有點後手 要不然老實說三十幾可能還好 四五十的時候那應該是壓力最大的時候 所以大家真的要小心一點阿 玩遊戲之餘阿 我們本夜先顧好 我們才可以開心的玩遊戲 OK啦 那今天要來聊什麼呢 既然輕鬆聊一下 結果不打架也不抽卡 我們來看一下 如同我們標題所述阿 我們火燒黨 火燒隊的姐妹黨阿 終於出來了 在近期的日服吧 目前好像準備要出了 我們兩隻的一個新角 就是我們的火燒隊的姐妹黨 孫魯玉跟孫魯班 那這兩隻角色齁 從我一開始 算是這個遊戲入坑的時候吧 那個時候在研究火燒隊的時候 這兩隻角色其實就 已經很流行 因為他們一直被路板稱為大小虎 我一開始以為大小虎是指孫策阿 因為我想說江東有虎出長城嘛 以前火鳳講的 我以為那個虎是指孫策阿 結果不是阿 是這兩隻阿 是這兩個姐妹花 孫魯玉跟孫魯班 那剛好日服要出了 所以代表下一次的台服應該也差不多出了 目前台服的進度超級快阿 目前從落後路板兩周年到現在 已經快要差不多趕到一周年來了 所以目前來說的話 應該慢慢漸漸會趕上吧 OK 那我們今天來看一下吧 火燒隊的姐妹黨 那好像還有另外一隻關屏吧 這隻關屏 因為時間不夠的關係阿 就先不介紹阿 先介紹我比較care的這兩隻 那我們今天就來介紹一下 我們火燒隊的姐妹黨阿 這兩隻孫魯玉跟孫魯班 那先來介紹一下我們的孫魯玉 孫魯玉的話 就大小虎阿這兩隻 那他是無國的突擊角 那他們兩個的那個 羈絆效果阿 兩姐妹的羈絆效果 一起上升的時候呢 所有怒氣值回復的結果呢 增加100% 然後自身 沒有一層猛毒狀態的時候呢 此效果會減少20% 就是 一開始的時候是最強 然後他 這個角色有點像是 犧牲小我文成大我的概念 大家看一下他的技能就知道了 很特別真的很特別 那 每當孫魯玉自身被 疊加猛毒狀態的時候呢 我方全體的武將會獲得 持續兩回合的一個 10%最終減傷 並且為幾方全體的 攻擊型的武將呢 回復300% 回復300點怒氣值 簡單說啦 他這個猛毒阿 就是 讓自己中毒之外呢 然後把這個buff 擴散給全部人 包含有減傷 跟回復怒氣值的一個效果 那猛毒是幹嘛的呢 阿就跟他的怒功有關 他你就把他想成那個阿彌陀丸 他會附身合體 他是背後靈 怒功的時候呢 存此相依 就是他會去依附別人 若幾方 在場的武將 大於一個的時候呢 治癒幾方 除了他以外 攻擊最高的一個武將 然後治癒量是120% 那會進入平易的狀態 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剛剛補的那個人啊 就是你攻擊最高的那個武將啊 他會去附身合體在他身上 在他身上要幹嘛呢 期間自身 不會被選擇目標 而且免疫那個技能效果 不會被普攻 不會被怒功 然後也不會恢復血量跟怒氣值 簡單說你就是個背後靈啊 沒有人可以去動到你 然後你就會去附身攻擊最高 這個武將身上 那可以補他的血之外呢 被平易的一個目標 最多抵抗100% 自身最大生命值的一個傷害 持久戰鬥結束 或被平易的目標 受到超過100%的生命值的傷害 結束為止 那如果你這個附身合體的結束 狀態結束的時候呢 會不會自己施加一層猛毒的一個狀態 就是讓自己中毒 那這個猛毒是幹嘛的 就是這個中毒類的一個狀態啦 每一次行動回合的時候 會受到10%最大生命值的傷害 然後不會超過他自己 10%的最大生命值 受到血量那個影響的一個效果的時候呢 如果血量低於10% 那就會引爆一層那個中毒的一個效果 OK啦 什麼意思 就是他會去那個 找那個你攻擊力最高的 那個友方武將啊 附身合體 然後補他的血量 附身合體之後呢 他都不會收到這些東西 然後他會去抵抗這個效果 那如果超過這個狀態的時候 他就會那個結束 結束之後他自己會釋放一層猛毒 那所以就是他怒攻啊 很有趣的一個效果 讓自己中毒 然後附身合體 那被動效果的話 後面的話就是他 附身合體帶來的一些效益啦 那在被動化三星的效果 處於就是附身合體狀態的時候呢 我方的這個武將 那每次攻擊的時候 普攻會有附加一個中毒的效果 然後此次會額外觸發一次爆擊的話 普攻的話呢 會引爆一層中毒 那每個目標 每回合最多出發兩次 就是假設我的那個武將啊 假設是那個誰 假設是那個姜瑋 姜瑋的話 他被附身合體的時候呢 他打普攻都會有附加一層中毒的效果 然後還會額外再霍得一隻普攻 跟引爆一個那個中毒的一個狀態 還不錯啦 就是 你附身合體的時候 那個武將 攻擊最高的那個武將 就開始有一些 很不錯的一些狀態 至少你保一隻最強的那個武將 然後再來五星的效果 他自己呢 免疫撞飛以外的控制效果 跟魅惑的一個效果 欸這不是跟那個誰一樣嗎 這不是跟那個群瑋一樣嗎 現在開始都會免疫 因為撞飛是真的是很特別啦 如果你撞飛沒有的話 攻擊戰就廢掉了 所以他都是 免疫撞飛以外的控制效果跟魅惑 那怒氣值抗性提高80% 那如果自己有猛毒狀態的時候呢 會給平衣狀態 會加成同步給就是 被附身合體的那個有方武將 什麼意思 他本來自己 就有這個狀態 就是控制效果免疫 然後魅惑效果也免疫 怒氣值抗性會有80% 然後自己如果有猛毒的話呢 就是附身合體結束完 他自己有猛毒的話 你附身合體那個狀態的時候 他也有這些 免疫這些狀態這些效果 就是讓你的那個主C 傷害那個最高的那個武將 就是保他就對了 還不錯我覺得 就像我們火隊啦 像比如說陸迅 陸迅是攻擊手嘛 攻擊率最高的 如果陸迅掛的話 基本我們火隊就 整個就G了 那他的話至少 增加我們陸迅的一個 就是保他的能力 然後還有他自己被 不會受到控制啊 魅惑的一個效果 讓我們那個 傷害值最高的那個武將 可以持續的一個 做一個輸出還不錯 至少保他啦 一個上中毒 然後一個上這個東西 然後再來是 這個是覺醒啊 這個無雙之力 一火的時候 受平衣的一個有方武將 使用普攻跟怒攻的狀態之後呢 自身對敵方傷害值最高的武將呢 造成他5%的一個真實傷害 並且有20%的概率 施加一個不可抗拒的一個抵抗 而中毒的效果 持續兩回合 如果自己有猛毒的話呢 概率會再提高10% 就是從20%變30% 具有中毒的敵方武將 每次 每回合開始的時候 受到自身生命值最大6%的一個傷害 然後不會超過他 他呢就是 施放了這個人啊 孫如玉 自身命值最大10%的一個傷害 那自身附加中毒的話呢 會附帶10%的一個 最終怒氣值獲取 速度降低的一個效果 什麼意思啊 就是我被附身合體的這個傢伙啊 就是生命值 我都把他假設這隻僵尾好了 普攻跟怒攻 啊算了 還是把他假設成怒訊好了 普攻跟怒攻的時候呢 我們打別人 我們會專門打 對方傷害最高的一個武將 然後那個 自身生命值5%的一個真實傷害 而且還給他上中毒 上完中毒之後他還有這個 怒氣值獲取速度降低的 一個debuff的一個效果 OK 簡單說就是 開始會針對某一些 至少比較好啦 不會是隨便亂打 打一些沒有用的一些幅度角 最主要都是要打一些 傷害最高的角色 把別人的一些核心角抓死 才是我們最大的中毒 好 然後再來 山火的一個效果 使用附身合體的時候呢 被附身合體的那個武將 自身施放附身合體 消耗的58個怒氣值 那退出附身合體的時候呢 賦予被附身合體的那個武將 50%的一個附身 什麼意思 就是你被附身合體齁 你被那個幽靈 你被那個背後靈附身啦 你還是有些補償的一些方案 什麼方案 就是你被附身的時候呢 他會給你 就是假設孫奴獄 消耗1000的怒氣值 然後他會給你 他50%的這個消耗怒氣值 就是500的怒氣值 就是你被附身合體的時候 你會有500的一個怒氣值 那如果像是1200的怒氣的話 就是600點怒氣值 然後如果你被退出附身合體的時候呢 你會有自身有個護盾的一個效果 超級好啊 就是補償你的 補償你被幽靈附身的一個概念 附身的時候呢 給你怒氣值 退出附身的時候呢 給你護盾這樣 好那武火的話 就是被附身合體的一個有方武將 受到輔攻跟怒攻的時候呢 有30%的概率 啊你打我 我就給你上毒 上完毒之後呢 猛毒概率會增加15%這樣 簡單說就是 呃他會附身合體 那附身合體之後給自己上毒 上完毒之後呢 最主要的一些85效果 都是在被附身合體 那個就是我們有方 攻擊力最高的這個武將身上 開始給他一些效果 還行啊還行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一個能力 OK 然後再來看一下孫魯班 啊孫魯班 他是攻擊手 魯國的攻擊手 然後他們兩個姐妹一起上陣的時候呢 他會有30%的一個中毒的一個傷害 並且為孫魯鈺啊 那直接為他開局的時候 就施加兩層猛毒的效果 所以他給他施加兩層猛毒效果 然後他那個孫魯鈺啊 自己猛毒效果的時候 又會給大家上減傷 跟攻擊手上那個 回復怒氣質的一個效果 就是300點怒氣質嘛 所以這兩隻配在一起 是一定要配在一起的 你就不用等自己還要脫離 附身合體才有猛毒 他一開始就會幫他解減上猛毒的一個效果 那攻擊狀態的武將對於中毒狀態的敵方武將 施加技能的時候呢 必定暴擊而且吸血率增加30% 回合結束的時候 對方所有的武將啊 獲取行動且會損失他 攻擊力30%血量的一個濁燒狀態 持續兩回合 你看多強 超級強 為什麼 當初我在玩這個 就是我們台服那時候 10月多出嘛 然後那時候 差不多是11月還是12月那時候吧 就是在研究火燒隊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路版的時候 就在研究火燒 但是基本火燒隊 跟我們目前來說玩的火燒 是完全不一樣 那個時候一直說什麼大小虎大小虎 然後那個時候的火燒 都被叫 那時候火燒隊都被叫火毒隊 然後都被放假老 然後什麼丁鳳徐勝從來都沒看過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很奇怪 想說為什麼 為什麼那個路版的火燒隊 都是叫火 用火毒隊 火跟毒一起用 所以這次看完那個 他的技能的時候 我才知道火毒隊真的要一起用 之後的話 丁鳳徐勝基本上應該就沒什麼用 應該就不會再出來 開始要用火毒隊 就是我們著燒 跟別人上毒 上毒之後你看 施放技能的時候 必定暴擊 而且吸血率還會提升 這個東西非常的強 好 然後再來就是他的怒攻 那千絲玲瓏 打敵方 傷害最高的一個武將 一樣打敵方 有沒有抓別人的最重要的核心 把別人抓死 基本上對方應該就居了 造成248個物理傷害 並且施加兩神不可被訓殺 那個猛毒效果 持續兩回合 這個猛毒是放別人 剛剛那些東西就是放自己人 有沒有放自己人 因為他本身就是附身合體 這一次他是放別人 然後他放別人 一樣就是傷害值最大10%的一個效果傷害 然後如果那個影響到的話 那血量低於10%就直接引爆 OK然後再來是那個三星 為什麼火毒會湊一起 其實孫魯班占的非常大的一個影響 孫魯玉其實都是附身合體啦 跟灼燒的關係比較少一點 所以魯班倒是比較那個就是 跟灼燒比較有關係 在於他從之後的一些效果 如果銅牌的男性啊 武將啊 男性武將 基本火燒隊全部都是男性的 使用苦攻跟怒攻 造成那個灼燒的時候呢 自身對受擊者追加一次100%的一個物理傷害 並且賦予對方一層猛毒的效果 每回合每個目標只會觸發三次 什麼意思 這個就是類似像我們火燒隊的大橋 暴擊就對加傷害 這個是灼燒我就追加傷害 一灼燒追加傷害再上毒 超級猛超級狠 所以你大橋以前打我灼痛 我們火燒隊的大橋就是我們孫魯班 打別人就有灼痛 所以把他的傷害撐高 把他像 把他像那個大橋一樣猛攻這樣 感覺很不錯 火上交友 因為我們火燒隊 收拾殘局能力極差 真的是極差 如果你共用常玩火燒隊的話 你會發現 火燒隊就是靠別人引爆啊 即使殘血啊 都沒有人去收頭啊 都你是只能靠引爆的 所以要嘛是直接全滅 要嘛就是你殺不痛別人 那這個東西的話 就是增強一些收頭 收殘局能力 感覺還不錯 好 那再來是五星 那幾方 只要我方的武將 施加灼燒成功的話呢 就會引爆一層中毒 具有中毒狀態的武將 被幹掉的時候呢 其他的敵方武將 會施加一層猛毒 這個中毒還擴散了 所以火燒隊 基本之後都會跟毒綁在一起啊 就是火毒隊啊 到時候賈老應該也要上場 就是中毒啊 會引爆 然後引爆之後呢 拿這個中毒還會再繼續擴散 好 然後再來一火的話是 銅牌南方 就是男性武將 使用普攻和怒攻一樣 造成中毒的時候呢 自身跟該那個 男性武將回復 500點的怒氣值 跟20%自身最大生命值回復的血量 每個目標 每回合最多速發三次 有沒有 所以什麼意思 就是 男性武將啊 普攻和怒攻會中毒 誰會中毒 就是賈老 普攻怎麼中毒 就是剛剛那個 孫魯玉啊 去附身合體 我們攻擊力最高的那個武將 假設是陸訓 就陸訓普攻 會有中毒 賈老怒攻 也會有中毒 然後他只要 施加中毒的時候呢 他跟他那個男性啊 就會恢復怒氣值 造成一個循環 跟一個補血的效果 每回合還可以弄三次 齁 很爽啊 這個東西 會把火毒隊的整個循環 鏈條造成一個 很強力的一個東西 基本上到後來啦 所以我感覺就不用徐聖了 因為他們自己的循環 就會有怒氣值 跟回血的一個效果 所以 丁鳳這兩 丁鳳徐聖這兩次 應該差不多可以下崗 然後 三火的話呢 就是異常狀態命中 提升80% 然後同牌的一個 男性 然後提升40% 這個對於我們火燒隊 超重要的啊 命中 因為目前來說 那個異抗來說的話真的 大家都現在都高很多 敵方具有的一個猛毒狀態 在如果消失被引爆的時候呢 使目標獲得一個 失效的一個效果 什麼意思 使下一次他受到的一個治癒 增益效果 直接無效 我方全體恢復我們的血量 那 失效的話最多可得加三成 不可被驅散 不可被抵抗 有沒有 我們 我們火燒隊現在最怕的是誰 就是那個 滑陀啊 上那個抵抗 然後上那些補血的效果 這些該死的東西 那 他的這個 三火的效果呢 就是增強 異常狀態命中啊 超級重要 猛毒沒有的話呢 你就失效 你的這些治癒啊 這些東西都上不去 只要我循環把這個東西 疊加的越高 你所有東西 補不起來的時候 我們火燒 跟火毒就可以慢慢弄死 這個很重要 我覺得這個是 我覺得孫魯班才是 孫魯 整個火燒 對 那個增強的一個效益 孫魯域感覺是 比較 偏一點這樣子 好 再來是無火 我方 每個敵方武將 受到自己生命值 最大6%的 異常狀態的一個傷害的時候呢 驅散他的一個 Buff效果 然後會使他降低15% 所造成傷害 幾乎25%的 異常狀態抗性 只受到異常狀態抗性的傷害 增加10% 然後死亡的時候 不可被驅散 持續戰鬥結束 回合結束 然後疊加三成 首次疊滿狀態啊 直接給你暈眩 就是 他受到這個 異常狀態抗性 超過那個6%的時候呢 驅散他一個Buff效果 然後會降低15% 造成的傷害 跟25%的異常狀態抗性 然後受到的傷害會增加 然後他最主要可以疊三成 疊滿的時候呢 兩回合暈眩 類似像高順的盾啊 直接被動暈眩 所以看起來 我覺得孫魯班 才是我們火燒隊 這次增強的最大重點啊 只要男性 只要上左燒 他就有很多的辦法 幫忙上毒啦 幫忙追加傷害啊 然後毒可以擴散啊 最主要是這個啦 一火這個效果 那個上毒的時候啊 他可以做循環 就是上毒跟他啊 都可以回復墓氣質 跟那個20%的一個血量 好就這樣給大家做個參考吧 期待我們到時候出那個 火燒隊姊妹檔啊 到時候我們來試試看 這樣的火燒隊到底強不強 OK 那既然支持一下 我們懸牢來收看 下次再見